五一劳动节快到了新北市政府举办荣耀新北因为有你表扬大会 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 共170位模范劳工到场接受表扬 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加有劳工局所举办的荣耀新北因为有你表扬大会活动 并表示获颁表扬的这170位模范劳工在各行各业心情努力耕耘 节出表现成为大家学习典范值得肯定 在座今天170位的非常棒的模范劳工 不管你是从事美容业 餐饮业 甚至居家保姆类 好多的类种都是典范学习 每一个人都有一篇劳工朋友精彩的故事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肯定 也值得学习的地方 受到疫情的肆虐之下 侯市长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一起面对 让市民朋友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大家一起面对疫情 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平安如常 让我们一起共体时间一起面对 让我们因为有你们的奉信跟牺牲 因为我们政府要好好把事情做好 大家洗手并静 也让我们市民能够过一个平安的岁月 这是我最大的训愿 到场接受市长表扬的170位模范劳工 其中包含10位身心障碍模范劳工以及60位优良驾驶 而市府希望借由这项表扬活动 肯定劳工朋友对社会的贡献 加州新庄目前服务于交通部高速公路 零复合 然后我负责的是 新北市工业成品悬检原点 开启的业务 然后这次能够获奖非常荣幸 谢谢长官的支持 以及同仁的合作 然后我将会更加的努力为大家 来献起自己微博的力量 新北市拥有208万的劳工朋友 市长感谢这些基层辛苦人员 为整座城市进步带来经济能量 而市府团队将和劳工携手共创新北经济高峰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